就是想留在勇士 记者透露鲁尼向勇士虚约的要价 一年仅600到700万美金 虽然说今年勇士拿到了总冠军 但是他们却也面临着幸福的烦恼 那就是核心球员的虚约问题了 今天夏天就有不少球星面临是否留队的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唯一是球队的主力中锋 本赛季常规赛加几乎赛 104场全企的老黄牛鲁尼了 鲁尼本赛季常规赛场均上场21.1分钟 砍下6分 7.3烂板 两助攻0.6分盖的数据 而进入季后赛以来 鲁尼的数据是场均5.8分 7.6篮板 2.2助攻0.5分盖 而鲁尼对于勇士最重要的一点 无疑就是对于篮板的拼抢和保护了 本赛季后赛鲁尼场均抢下2.9个前场篮板 排面联盟第七 因此不少球队也是对鲁尼表示兴趣 据悉鲁尼这次市场价为1000万美金左右 并且黄蜂已经和鲁尼团队展开谈判 不过据勇士记者透露 鲁尼深知勇士体系对于自己的加成 因此他给勇士管理层开了报价 仅为600到700万美金一年的长约 这个合同可以说是超值了 这个报价也是给足了诚意 就是想留在勇士 不知道今天夏天 鲁尼能否回归勇士呢